很多的定制新房就是Customer Homes 油烟机都喜欢选择大功率的 而大功率的油烟机 如果细节注意不到 带来的危害很多 而在多伦多这边 高达95%以上的新房 采用大功率的这些 这些细节都没有注意到 大家好我豆克 前不久加拿大 曼尼托巴 Winnipeg的一个开发商跟我联系 他们开发的小区15套房子 选购油烟机 他们想选择大功率的油烟机 想听一下我的意见 我跟他们说 选择油烟机不能盲目 尤其是大功率的那些 我的视频主要是分享房屋知识 别忘了订阅并点击小铃铛 这样你又可以及时收到每一次的更新提醒了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 咱们接着聊 定制新房 油烟机选择功率大 不少的房子 油烟机的功率甚至达到了1200CFM 一些厂商也阻打CFM CFM指的是风量单位 每分钟立方英尺 如果是1200CFM 指的是一分钟排出去1200立方英尺的空气 在跟一些家电经销商了解了以后 我发现 首先 这个CFM这个标注没有一个明确的国际标准 厂家之间检测的位置方法包括环境不一样 检测结果也不相同 在一些新房子里面 正常使用你把油烟机功率开到最大 也很难达到产品说明上的标注的风量 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你要明白 一个大功率的油烟机在运行的过程中 会把室内大量的气体排出室外 而这个过程就需要有新的空气进行补出 但是问题在于 现在的新房都是按照Airtight进行设计和施工的 在木结构的外侧有HouseRide里面有Vapor Barrier 就是防潮布 还有Air Barrier就是空气屏障 连门窗都是Airtight 整体的密封性特别好 密不透风 因此它就很少有地方有空气可以进行补充 室内就会形成负压 室外的大气压墙比室内的大 这是为什么油烟机在开启的时候 这个开关门比较费劲 也就是说你排出去这么多 你没有那么多的气进来 你的功率永远是跟不上的 室内形成负压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因为室外压墙高 室内压墙低 有一个压墙差 它就会迫使室外的空气 从一切可能的地方进到室内来 比如门窗的一些缝隙 插座口 排风扇 管道通气口 vapor barrier一些缝隙 这个烟囱的烟道 干液机的管道 HRV的管道 热水炉进气和出气孔 而这些里面有些对身体的影响很大 比如如果家里有壁炉烧柴火的内容 当壁炉烧起来的时候 它会透过烟道来进行排烟 油烟机一开启室内形成负压 烟气倒枪 英文叫做back drafting 壁炉的排风管就变成了油烟机的送风管道 这里边就会有大量的一氧化碳 二氧化硫等一些有毒气体被吸到室内来 待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很容易造成一氧化碳重度等一些健康问题 家里的furnace就是暖炉 hot water tank就是燃气热水炉 也是透过烟道进行排气的 那么一氧化碳也会因为负压被排到室内来 您可以对自己家里的壁炉进行检测看看它的外边 就说是附近有没有烧黑的痕迹 或者看看热水炉出气孔周边基础的外焰 有没有燃烧生锈的痕迹来进行自我判断 不仅如此 这种倒枪还会引起combustion spillage 就是燃烧泄漏 指的是像壁炉暖炉或者热水炉的火焰引到外面来 这是很危险的 如果家里有地毯或者沙发靠近壁炉 一些火星被吸进来很容易发生火灾 vapor barrier就是防潮膜 一般是夹在木结构的内侧 也就是石膏板的后面 来阻挡室内的湿气流动 一般都是靠胶带来进行粘在一起的 当室内产生负压的时候 一些缝隙就会被撕裂 把保温层里的气体带到室内 我们常见的保温材料 尤其是像外墙用的是fiberglass 就是玻璃纤维保温层 这个东西对呼吸道是有影响的 而另外一种常见的保温 就是泡沫保温 Spray Foam Insulation 这个要求严格的配比 如果配比不大 就会有off gas 就是有毒气体来进行挥发 这个对身体是有害的 建筑规范就要求 泡沫保温必须要密封起来 来阻止挥发性气体进入室内 而负压就恰恰制造了这种机会 把这些有毒的气体带到室内来 不仅如此 还有另外一个放射性气体需要特别注意 那就是冬气 它一般存在于低下土壤里面 大约在加拿大有7%的住室里面 有高浓度的冬气污染 冬气辐射还会伤到像呼吸道和肺部 甚至会致癌 而负压则更容易的把这些放射性的气体给带到室内 以上产生的危害也是很难察觉的 而接下来这个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前不久 美国德州的一位网友跟我联系 他的饭店卫生间特别臭 他们联系了一家美国公司过来检查 把卫生间里下水重新做了一遍 结果还是很臭 对方又回来建议说 需要把所有的马桶小便池全部更换 他拍了一些视频给我 想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你好看看 这是现在我们先看 这是女厕所蓝卫生间 OK我们有看一下 进来的时候 这下面是个滴漏 进门就是个滴漏 上面就是个通风 然后这边是个女士的马桶小便 上面很脏的 不知道为什么 上面有很多东西 下面的位置之前都不过一次的 应该是领解度很好 这边下面有个滴漏 之前修过的 有公司修过滴漏的 然后这边也是马桶 上面是通风口 这个就是洗漱台 大家看出问题来了没有 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负压引起的 整个卫生间只有排气没有进气 而且卫生间的门上也没有进气隔山 当你采用大功率的排气扇的时候 功率越大 产生的负压越大 这个时候你的滴漏 脸盆 马桶底下 任何的缝隙都会进气 而这些气体都是从室外的排污点进来的 这就导致卫生间闻起来会很臭 我相信遇到这种问题的人很多 尤其是住在地下室的业主 这种体会更加深刻 也就是说大功率的油烟机或者排空站 把下水道的抽气抽到了房间里来 这种很常见 它这个危害我就不再详细的说了 负压说完了咱们接着聊油烟机 你在选购炉灶的时候 如果BTU就是它的燃烧功率很大 你必须要买大功率的油烟机 这个是炉灶公司极力推荐的 10万BTU的燃气灶 至少需要1000CFM的油烟机 而如果采用的是电炉子 一般是按照诚实的标准来进行计算 30英寸的炉头采用是300CFM 36是360CFM 42的炉头是420CFM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家里采用大功率的燃气灶 就必须要采用大功率的油烟机吗 是的 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到一个系统 叫Makeup Air Unit 就是建筑规范里面规定的捕风系统 但是极少有人知道 真正使用的更少 使用了把它安装对的也不多 毕竟像这种不安装它的影响比较小 一般是无色无味 只有产生严重的健康问题 才会被意识到 一些考究的设计师 尤其是暖空设计师 在设计房屋的时候 如果涉及到烧柴火的壁炉 或者强力的油烟机 就一定要考虑到Makeup Air Unit 通过计算室内排风扇的数量 干衣机、厨房、壁炉等排风量 来选择合适的捕风设备 不少地方的建筑规范里面 都有关于Makeup Air Unit 捕风系统的介绍 比如美国加州 Palo Auto 就把这一项做了详细的说明 包括计算方法及验收标准 如果您是在美国的德州 一些师傅可能会 直接安装一个简单的进风设备 就可以解决 里面只不过是一个damper 一个铁片而已 它的控制端跟油烟机 连在一起 油烟机一开 这个damper就打开 就相当于一个通风管道 就开始通风 但是这种做法在加拿大就行不通了 咱们拿加拿大安大略省来举例 看一下建筑规范是怎么来规定的 第一 如果涉及到排风系统排到室外 就需要补充相应的进风 二 进风和出风必须是同时运行 三 如果是东偏 需要把室外的空气带进室内 则需要进行加热 有趣的是建筑规范虽然有规定 但是政府在审图验收阶段 根本就没有人会注意 很多师傅连听都没听过 市面上确实有这种产品 因为用的比较少 所以它的价格就贵 Make up air unit 不光是房子用 高楼大厦也都采用 来确保移动大楼里面 被油烟机排风扇干衣机排出去的空气 有一个补充 现在咱们回过头来 再来看一下 德州卫生间的臭气该怎么来解决 这个解决办法需要一个全面的考虑 首先要把所有的滴漏 要确保里面有水 再滴上两滴油 这样滴漏如果长期不用 水也不容易蒸发 或者临时用香蕉垫给盖上 阻断臭气的来源 一些这个马桶周围 或者说是洗手盆周围这个缝 拿胶给它打上 第二点 要确保有足够的补风进来 对于卫生间 可以在门上安装进气格栅 也可以单独的开动进行进气 第三点 商业厨房油烟机功率都很大 像饭店都采用 要确保油烟机开启的时候 有足够的补风 防止厨房油烟机产生负压 家庭油烟机的问题还有很多 比如 加拿大多伦多最常见的 Building in Range Hood 就是那种整体厨房里面 镶嵌的这个Hood 中央岛的油烟机 还有呢 下拍隐藏式的油烟机 都不是好的选择 买油烟机 如何不被广告忽悠 有机会咱们好好聊一聊 到时候我还会把我的做法 以及具体的事故过程 拍下来分享给大家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留言支持或者分享出去 让我们帮助更多的人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见 拜拜